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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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咱们都知道涡轮增压很暴力 但是其实我们在自然吸气的引擎当中 更多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什么呢 是平顺 是它的技术的累积和沉淀对吗 所以这颗引擎你别看它只有140几个牛米 80几个千瓦 但实际上这颗引擎的平顺度 还真不一定是别的车型能够去对比的 你们现在就不难发现 这个车型它这个部分的轨道就是喷油轨道 两组喷油轴 我们之前的时候都会说多点电喷 但实际上它的多点电喷是什么 我们是指的单独的一个喷油嘴 下方有多点的喷油孔 而不是说多个喷油嘴的设定 像这样多点的喷油嘴的设定 在丰田上世纪的一些年代当中 它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性能版的车型 会改用有关于直喷和气管喷射 这两种不同样的方式 或者是采用多点点火的方式去做 而这一次呢 iX25的这一台全新的发动机 给你给到的这个部分 居然是多点位的喷油 真的是多点位的喷油 这样一来的话呢 在引擎平顺运转一段时间之后 整体的这个引擎的怠速 会从800转 进一步的去降低到600转 而作为之前我们所能够知道的 600转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 是只有少部分的日系车系才做得到 比如说陵木 非常省油 非常平顺 也没有什么抖动 但是基础是什么 是相对应在不抖动情况下 能够提供的引擎平顺的 这么一个基础研发和基础的一个表现 OK那么在看完了整个引擎部分 这一边的一些细节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别的方面 那么在看完了整个引擎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旁侧部分的一些基础设计 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这一侧 那由于光线的问题啊 在叶子板这一侧部分的这个角度上面的光照会好一点 所以我们从这一侧呢 开始来给你们做解析 那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呢 你可以看到啊 和其他车型不太一样的是 在叶子板旁侧部分的支撑当中 对于整个纵梁部分立柱这一侧的位置呢 有一二三四四根梁呢 去共同协作平衡整个这个叶子板部分的固定与收力 与此同时你也可以看得到的是整车这边的边角 毛刺部分的控制做的还比较到位 所以整车这一边整体的这个冲压 包括像它整个模具部分的清晰度做的还可以 立柱部分这一侧呢 你可以看到缝隙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这种板凝胶的碰图 并且中和的工艺呢也是一次成型的 所以整车这一边在这个立柱部分的刚性上面来讲 做的应该还不错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在这个内部 你们可以看到啊 基本上没有去用于更多的一些这种 隔音材料部分的填充 去给到整个车辆的这个内侧皮上 所以整车来讲的话 对于轮件部分的胎噪上面应该控制的不是太好 所以在路侧的时候呢 我们会做进一步的一个观察 当然作为用户来讲的话呢 在这一侧部分自己去加装一些这个隔音棉 也不是太费劲的事情 对于一台车型的成本来说 很多事情是要用户自己在后期去做的 OK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细节 整车这一边呢 你可以看到这一侧部分有一个两体 那这次的两体分别是由两颗螺丝去在这一侧做固定 并且直接性价阶做了一个粘机和焊接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这一侧部分的两体等于是一个前选顶部部分的一个顶巴 也就是平衡杆 也就意味着说这个车型的侧倾可以通过它来进行一定程度的抑制 这对于一台小型的SUV讲究灵活 讲究操控来讲的话是尤为重要的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车型的局板 那作为局板这一侧有两个比较好的一些设计 那像这一侧部分的这个高位的一个壁面 它能够去防止一些异物的掉落 结合这一侧部分的缝隙控制 对位去前合 而这一侧的部分呢 则用于咱们现在的外循环出风口的一个进风吸气过程 当然像这样一个草位呢 也可以用于去收集一些落物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侧部分呢 就是它所收集到的一些落物 所以相对来说较大的一些物品是进不去的 那也就是一些这个鱼泉叶子 鱼泉树的叶子这一类的东西小一点的 有可能会在这一侧做一些积存 用这个风吹吹一下就可以了 而整车这边局板部分的设定当中 也包含了这个雨刮喷嘴 这样一来也避免了更多这个水的管线 在引擎盖上方挂接 然后造成一些这个磨损 弯折这样的一些问题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A柱 那么作为这个减震器塔顶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减震器的部分 那么作为这个麦克星悬架的一个减震器 上方这一边是它的顶胶 下方这一边相对巨大的一个这种板镜面啊 也是挂接到了整个这个减震器 以及主减震弹簧和下方这一边那些摆壁 那在这个旁侧部分的位置呢 除了上方这边有一些这个力柱部分的枪体之外 在下方这边还有一个这种支撑的一个面 用于去跟整个纵梁这个部分呢 做一些力学的传导 所以整车这边的设定当中 针对于整个纵梁部分这一侧的位置 这个跨距还是很长的 那吸能盒部分的位置呢 在这个下方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而且这个前大框部分的位置呢 采用的是一个 喷了防锈底期的这样一个件 你可以看到黑色的这个两体啊 而且是一个组合冲压粘节梁 这样一来的话呢 它的一些两体可以分段做一些维修或者更换 所以整车这边维修部分的便利程度应该做的还是可以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这种细节啊 这个呢 是大灯的部分 那么大灯部分这一侧呢 采用的是挂接方式 上方这边的螺栓 这一侧部分呢 两组螺栓和一个两体 在这个内部呢 能够看到啊 共同去挂接 然后稳定整个车灯的灯组部分 那与此同时你也可以看到 一些这个带有水液的管线 从旁侧部分呢 进入整个A柱旁侧以及机油板部分这一侧 所以整车这边 无论是天窗部分的这个防水也好 包括像是在这个雨刮部分 前后的这个喷水处理上面来说 都是已经避开了 有关于引擎舱部分这一侧 你所会担心到的一些问题 这一侧部分呢 是水液区 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呢 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雨刮器的储液湖啊 那它放置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沙板部分旁侧靠内侧的位置啊 一般情况下 如果撞击到这个位置的话 也只会造成一些轻微的损伤 而且后方这边两体 内侧嵌入这样的一个走线管路设计 也是给到了这个空调的低压管 高压管这个部分的位置 所以一些重要的部品和部件 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 而且整车部分的这个搭铁线 在全车呢 也是遍布于整个这个白车身部分 做的相对较好 而整车在这个 这种设计是比较少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多数车辆 包括像大众车鞋也好 日系车也好 他们把这个车辆的防冻液的储液湖 并没有放在这个水箱这一块 那放在水箱这一块 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通过风扇转动的时候呢 进一步的去给这个水箱部分的 储油和内部的液体 做一个散热 这样一来的话 就能够去更好的 降低引擎部分 钢铁内部的温度 我们都知道 钢铁内部是有水稻的 所以对于整个引擎部分的 工况上的保证来说 这样的设定 不光是有安全的一面 还有它这个高效的一面啊 风扇部分这一侧 采用的是单风扇设计 那么应该是可调速的 这样的一个风扇 并且将整个车辆这个部分 机器进气机管部分的位置 和中间也预留出来了一些间隙 应对于整个这个引擎舱来讲 它并不是太大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保留设计 还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防火墙 防火墙旁侧部分 这一侧的位置呢 是控制ABS EBD 以及整车电子稳定控制系统 这样的一组分泵 那这个分泵输出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整车部分的管线 也距离排气侧 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呢 相对较远 所以整车这边 整体的设定上来讲的话 算作是一个比较不错的 这样的一组设定 而且你可以看到 反制式的一个发动机 尽可能将热源靠前 那后部这一块防火墙 所受到的这个热辐射的影响 就会相应更低 所以这样一来 针对于冷风部分 这一块整体的效果 也会变得更好 那这一侧的部分 其实还是出乎意料之外 这是我们的刹车组件之一 也就是真空助力骨 作为真空助力骨 旁侧这个部分的一个单向法 用来控制整个引擎部分的真空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这个骨的体积大小 应对于这个车型来说 真的不算小了 所以制动部分可以期待一下 而右侧部分 则为进气侧的区域 以及电瓶区域 还有电路区 你可以看到ECU的部分 放在了这边 那这个是保险侧核的部分 而且这一侧部分 还有专门用于负极搭铁的 这样的一个接线桩 角度也给你选好了 同时搭铁部分的位置在这 做得非常好 而且这样一根短线 解决了大多数人 会遇到的一些这种 纠结和尴尬的一些困难 进气风箱部分的位置 相对较低 但是进气口部分的位置 设计是比较高的 而且在整个进气管路这边 也采用的是一些高强度的 这样的一些符合材料 去给到更好的一些强度的同时 也避免了热源 而且直管段的这个设定 相对比较长 这样一来 你的进气惯性会变得比较大 那你的整个引擎输出 包括高让速下的一些这种表现 会变得更加顺畅一些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来看一些细节 一个车型好的设计 一定是在整个模具上面 第一时间就给用户去反馈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 我一个手机可以拆下来的同时 它整体的模组化的设计 也对比一些竞品车型 要设计的更加精致 所以在内装上面 包括在电路上面的一些设计 都做得不错 全中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图示的样例 也能够去给你看到 更多的一些这种设计 比如说蓄电池的部分 包括了ABS防爆死制动系统的部分 还包括了后窗加热器 点火冷却风扇 裹风机 燃个泵冷却风扇等等等等 其他的一些相对更重要 也是更直接去 能够去展示出来的一些保险丝部分的一些说明 所以对于这一点来讲的话 其实实际上还是能够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 用于去给维修人员 或者是给懂车的一些部分的车友 去提供更好的一些这种 维修上的便利性 而在整个引擎盖上方这个侧的位置 你也可以看到一体冲压的这样一个引擎盖 采用的是金属设计 那整个这一侧部分的这个层 就是我们说重量 还是比较大的 那在支撑角上面来说 它是在这个部分 这一侧的部分 还有这两侧部分的支撑柱上面 一共分三个点在两侧 也就是六个点去做了更多的支撑 这样一来整个引擎盖在闭合的时候 也能够很好地去缓冲有关于它自身重量所带来的冲击 更好地保护我们现在的这个锁块部分的一个结构 而且这台车型它标备的是R13C的一个冷煤 那系统冲铸量也放到了这边 一般车型可能也不会写得这么细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的 那上方这边 在内部填充这一块来说的话 由于跨举部分太大的问题 所以在中间部分有一些轻微的间隙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后期的一些填充 去做更好的一些解决 当然在成本上面来讲的话 北京现在如果能够去给到更多的一些诚意 释放给消费者 那这家车型应该会变得更加精致 也会变得更加好一些 A柱部分的分堵 简单的去通过了PVC键去做了更多的一些 这种橡胶层部分的封堵 那在整个叶子板这一侧部分的填充 你可以从这边能够看到 整个叶子板的体积是很大的 所以这一侧部分一旦填充了之后 相对应的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一些 这个轮间部分的噪音隔绝 以及噪音部分的吸收 OK那么在看完了引擎舱部分的解析之后 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有关于这个车型 在整车部分这一块的一个完整表现 你要知道的是 作为这样的车型虽然设计简单 但还是有一些优点 或者说有一些这种需要去优化的地方 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发掘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整车的优化解析 OK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关于这家车型的一个问题收集篇 当然也是一个优化解析篇 主要是能够去提供一些 在我们的角度看来 如果能够去加装或者是优化的一些地方 那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引擎舱 引擎舱部分打过来 我们尽快来说 首先第一就是这个车型 整个这个侧的这个引擎舱盖 采用的是一个金属板件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它的重量是很重的 当然强度也不用怀疑 但是对于一些女性驾驶者来说的话 如果你想打开引擎舱盖 做一些这个引擎舱部分的一些清洁 那这个重量就可能会过重 所以建议把这个撑杆换成一个气撑 换成一个气撑杆会变得更好一点 那接下来呢 则是这个填充部分的问题 也就是这里 那如果在这上下两个点 这一共四个点的位置上 在这几个点都去挂接 有关于这个撑杆 这个内部部分的填充 或者是一个挂扣的话 所以我想这个间隙部分的轻微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了 当然你可以看到在整个前方这个部分还是比较致密的 所以整体来讲问题不是很大 OK那么在接下来呢 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细节啊 我们来看的是这个部分 现在其实我已经给它打开了 你们可以看到这一侧采用是一个便携卡扣的方式去做一个挂接 完全把它打开之后呢 你们就不难发现内部有一个做工还算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空气条 一个空气格 除此之外的话呢 其实还是有些遗憾 就是在这个部分 以及叶子板的部分 就是这个下方 轮胎内侧板 还有就是叶子板部分 这个侧的位置呢 能够去做更多的一些填充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能够更好地去避免有关于这个车型的一些噪音 不过考虑到本身这颗引擎 它只是一台自然吸气发动机啊 所以整车这个部分的引擎的噪音并不是很大 那这个呢 也是建议大家 如果有多余的这样的一些这种精力 那再结合自己的这个噪音部分的感受状态呢 能够去自己去做一做就可以了 市面上的一些这种橡胶基础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烹涂材料 也能够很好的对应于这两个部分的位置 进行更好的一些改善 那么到内部的时候呢 其实多少还是有一些这种问题 可能是由于一些疏忽没有发现 首先第一是灯光啊 为什么说灯光 我们现在将车内的环境照明辅助光源关闭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作为化妆镜它能够照到哪 对你们没看错 它只能够照到这个部分的位置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多少就催生了一些问题 就是如果在黑暗环境下 那这个镜面部分的这个采光效果肯定是会差一些的 在旁侧部分的遮阳这块倒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一侧部分的这个面积相对应是很大的 相对应是很大的 所以OK 旁侧部分也是一个道理啊 也是一个道理 好 那在前排部分来讲的话呢 就没有更多的一些问题可以去挑了 如果非要说有的话 也就是上方这个灯光在前排不是很亮啊 不是很亮 建议能够稍微做亮一点 而且后排部分的灯光也是比较小的这么一个提及 其他部分来说做的都OK 但是在转向管柱这一侧的部分呢 我们发现了一些小的问题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现在将整个转向管柱部分解锁 那这个时候呢 我在上下调整的时候 它的这个喇叭会因为自身的惯性的重量会往下磕 磕到什么程度 就是这个声音 明白了吗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弹簧 去给它一个指位效果 或者说段位的这个区隔区间能够做得再好一点的话 它就没有这个声音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发现的一个小的一点花絮吧 当然这个只要不是经常调整下方这个转向管柱的一个角度和位置大小的话 我觉得这个问题到底不是太严重 到底不是太严重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车型的这个排档杆 采用的是一个飞航式的这么一种结构设定 所以像这样一个结构设定做得非常舒服 这个是完全没有话说的 并且它的整个这边的档位切换 我们来通过电 来 踩下刹车 上方这边的档位切换 做的都很好 唯独就是我希望这个换到R档的时候 这边能够给我显示个蓝色或者是黄色或者是红色 以有区别其他部分的这个档位部分的一个标志 能够去有一个区别就比较好了 这种设计其实实际上要花很大的一些勇气才能够去实现 但整体来讲的话 这个设计真的是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去使用它的时候 都会非常有仪式感的这么一套东西 那除了内部部分的无线充电的这个缺隔位之外呢 这边给到的这个材质做的也非常舒服啊 手机放在这边也不会滑 然后就是钥匙如果没电的时候插在哪呢 插在下方 插在下方 做得非常好 所以单就这一点来讲的话 其实实际上这个车型也是蛮下心思和功夫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后排 到了后排之后呢 我们能够看到更多一些细节上的小问题 其一就是这个置物带 你可以看到右边副驾驶背部这块有个置物带 但左侧没有 建议左侧还是能够给一个置物带 接下来就是作为USB这样的一个配置比较低的这么一个成本 我觉得还是能够去给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配置 后排给上两组USB这个成本并不会太高 而且真的是能够提升有关于这个用户在后排乘坐的时候的一些这种直接上的这种观感 另外就是这个小问题也就是这个安全带部分的一个挂扣的一个收纳或者隐藏问题 过于突出 过于突出 其他的三组做得还好 做得还好 没有什么大问题存在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还是应该稍微坐宽一点 然后去给他给到一个这种收折部分的一个表现 因为中间部分的这个臀部 他在这侧部分本身就是一个线空位 所以他的支撑其实并不是太过于强调啊 头枕如果在以后的改款的车型当中 后期改款能够去给到更多的一些这种加持啊 中排部分的头枕 两排部分的头枕可调 高度 我觉得就会变得更舒服一些 当然还是要点个赞 你比如说中间这个部分的这个安全带部分的收纳 两侧部分安全带的挂接 这都没问题 如果能够再进一步的去将这个部分的安全带呢 做这样的一个折叠啊 折叠这么一折 这一侧部分的触碰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这就是车内部分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型有关于他在尾仓部分 尾仓部分呢 目前我们其实也没有发现更多的一些硬伤 当然还是有一些建议 这一侧部分建议做一个挂绳 在隔板上面其实自己就可以通过这种螺丝放式啊 就能够去做 所以这个部分呢 暂时就给你们先说到这儿 好 接下来是有关于隔音工程的建议啊 注意小伙伴们 如果提上车了之后呢 这个车型你可以看 目前我贴条了这三个点 可以看到吗 相对应来讲 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呢 是一个必须要做的点能够听到非常明显 这两侧 反而还好 所以针对于像整个原车部分去给你给到的这个 NVH的这个指针贴来说的话呢 他把这一侧给让开了啊 我觉得这一侧部分应该要贴掉 应该要贴掉 当然还要注意这个排水孔部分的一个流孔 我个人建议是如果方便的话 其实这一侧部分中间你可以瞅个眼儿啊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去长时间的去管它了 所以整车这个部分的问题呢 也就给你们说到这儿 这个条我又撕掉 还有这个要这个 当然针对于这台车型来说 其实实际上你们不难发现的是 这个车型整车的设计上还是比较简练 而且在外观设计上并不难看 那整车这边 它和一般悬货式车顶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一些这种多型的这种色彩点缀啊 所以说 我们也希望像这样的车型 能够去更多给到有关于消费者 在它设计当中多姿多彩的一面 那也正是因为像这样的一些这种设定 和一些这种表现上面 或许还能够去给这个 已有的成绩 时间很长的这样的一个小型 作为市场带来更多的一些活力 好 那么到这儿呢 其实实际上就针对于这一台车型来讲的话 它的完整的这个测评就结束了 那么我们也会尽快将这台iX25 去开上我们的这个场地的测试路况 那到时候呢 我们也能够看到该车型有关于操控 有关于它零巧驾驭 以及整车这边在车内装 包括整个车机方面 完整的一个这种协调上的表现 当然我们更关注的是 有关于这个车型的三大架 因为像这样的一台车 可能会伴随着我们上下班 伴随着自己的孩子的一些接送 它可能是一台比较好的伙伴 我们录测的时候再见 这里是092车评中心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并点赞 也欢迎大家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